佛陀没有接受牧养女供养的乳粥 只因为他是个苦行者 善生很诧异 佛陀平时靠什么为食呢 他每天只吃一顿饭 吃的是植物和树上掉下来的果子 然后就转身离开了 佛陀一连三天都待在山洞里 善生担心他这样一直自我折磨 迟早有一天会出事的 祈求有人能帮助佛陀实现愿望 然后就从远处走来了一些人 善生把水果给了这些人 希望他们能转交给佛陀 佛陀的老师乔陈如 竟然要拜他为师 乔陈如已经正得禅定的第八层 却不知道以后的路该走向何方 所以才想到要拜佛陀为师 佛陀同意了老师的请求 只是他们约定 彼此是同样的地位 同样的修行 无论哪个人先开悟 都要帮助其他人 避免多走弯路 至于善生给的水果 佛陀并没有食用 因为他现在每天只通过饮水为生了 又过了几天 当别人把水拿到佛陀面前时 他虚弱地说 现在已经不再饮水了 在一处河边 佛陀用手咬了一些水 只是把水淋在脸上 并没有选择饮水 这是多么可怕的修行方式啊 同伴们吃着食物 赞叹佛陀能坚持如此严苛的苦行 肯定没有几个人能做到 极度地禁欲生活 让佛陀的身体变得异常虚弱